五 四 三 二 大家好 我是张维静 大家好 我是蒋宜温 欢迎收看小主播看天下 请看新闻提要 全球暖化 温度飙升 南北两极跟高山冰河快速融化 冰河消失对人类有什么影响 一起关心冰川到底有多重要 坐消防车救火不稀奇 搭直升机灭火采购穴 请看美国抽集救火盾 如何上天下地帮助人民保卫家园 对抗气候变迁有一套 温室在指小兵力大功 为肯雅乡亲减轻粮食不足的问题 一文 天气好热 我都快要融化了 你吹个冷气就没事了 全世界冰河才真正会融化 冰河 哪个冰河融化了 恰卡塔亚冰河在玻璃威亚 已经融到紫河山顶 一点点的小碎冰了 那冬天再结冰回来就好啦 但是全球暖化气候一层就是没有冰啊 是哦 一文 那是什么图啊 全世界的冰河厚度变化图 那为什么那条线一直在往下走啊 都是融化害的啦 使冰河融化的速度比结冰的速度还要快 也就是说冰河变薄了吗 嗯 过去五十年来 全世界的冰河平均变薄了十四公尺 哇 冰河缩水四五层楼耶 对啊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其他的冰河消息吧 hold不住了啦 hold不住了 大块大块的冰叠到河里 轰隆轰隆地揭开2012年的融冰季节 这场大自然的戏码三月上演 地点在南美的安底斯山脉 主角是阿根廷的佩里托冰河 目的是见证地球暖化 冰河跟平常的河川一样会流动 它们就像冰凉的舌头 从整年冰天雪地的山头衍生出来 以超级慢动作的蝸牛速度往下移动 不过只要环境改变 温度升高 冰河就会融化 像佩里托冰河游到这里时 碰到温度较高 速度快很多的河水 底部就被融化掉 出现这种冰冻奇观 等到冻冻愈来愈大 失去支撑力 上面跟两边的冰就会塌下来 演出这种惊心动魄的年度大戏 第一则消息来自南极 南极啥也没有就是冰雪最多 但是地球暖化加速居然被南极变小了 美国航太总数根据多年的卫星数据 用冰层厚度或高度的变化 估算出南极冰层减少的程度 像这个史瓦提斯冰河 边缘跟中间的冰雪都快速流失 还一直往内陆融化进去 南极就像做了整形手术 连长的样子都不一样了 北极也是冰河的大本营 彼得曼是格陵南这里最大的冰河 地球暖化 彼得曼跟着变成冰山制造机 看到这个裂缝吗 今年七月时 它完全裂开 新的冰山就咕咕落海了 新冰山的位置很北边 就在陆地跟海洋的交界地方 更接近彼得曼冰河的上游 这是暖化速度更快 情况更严重的证明 冰河是地球上最大的淡水资源 也是海洋以外最大的天然水库 不过冰河到底有什么用处 冰河融化是好还是坏 跟我们又有什么影响呢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南极跟北极 是地球的两个大冰库 分散在各地的冰河 则是小冰箱 它们就像地球的自来水场 冬天时把水冰冻起来 夏天再融化给大家使用 像南美洲的智利 有两个大冰河 夏天融冰时 大量的冰水都会流到河里去 刚好增加民生用水 好处多多 不过呢 这就像把冷冻库的冰块涌掉 如果没有再加水去做冰块 下次要用就没有了 因为过去五年来 距离最古老最大的冰河 溶解的速度比结冰块 所以向上得退路了4.4公里 如果再没有足够的降雪 暖化的状况又不改善 以后这里就可能只剩下石头了 安提斯山脉贯穿南美洲西岸 这里是许多冰河的家 但是因为悬浮为力 以后也可能变成冰河的分场 悬浮为力的颜色比较暗 会吸收太阳的热能 如果漂浮在冰河的表面 就会害冰层融化 变成冰河杀手 悬浮为力有两个主要来源 一个是大自然的火山喷发 跟森林烟火 另一个祸首是 人类工厂制造的浓烟 还有汽车排放的废弃 第二个效果是 当空间的空间 在空间的空间 它没有离开空间的空间 而是冰河的效果 那是冰河的空间 接触到冰河的空间 然后被冰河的空间 所发生的温度 以为温度增加 制作冰河的效果 全浮为力加上温室效应 这些冰河的前途暗淡 科学家估计 从2035到2045年间 大多数安基斯山脉的冰河 会陆续消失 附近依赖熔冰来灌溉 饮水的民众跟动物 到时候都要变得苦哈哈了 另外白色的冰面 可以反射阳光 让地球凉快一点 所以冰河消融 也是地球变热 海平面升高的原因之一 因为冰河融化后 反射的阳光变少了 地球就会变热 海水的温度也跟着变高 大家都知道 水与热会膨胀 加上冰河的水量 海平面当然节节上升 到时候沿海地区 不论是人类的家 还是小螃蟹住的湿地 都要面临沉到海里去的命运 北极是北极熊的家 也是它们打猎的地方 北极的冰本来就漂浮在海面上 暖化很容易让冰裂成小浮冰 熊一不小心就会飘到很远的地方 就必须游回家 熊宝宝的力气不够 就有可能会溺死 我们可以拯救冰河 不要再让熊妈妈那么伤心吗 只要真心诚意 有信心 有方法 拯救冰河并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首先 科学家持续研究北极的冰层 密切注意北极海滨的融化速度 美国和欧盟则支援玻利维亚 研究面临死亡的恰卡塔亚冰河 看看温室气体 悬浮微粒 和其他大气中的污染源 是否真的是冰河杀手 所有资料可以用来 这座山就是 贾卡塔亚冰河 现在只剩石头跟残冰 玻利维亚希望 用可靠的科学数据 协助各国控制空气品质 减缓暖化的速度 虽然贾卡塔亚没救了 却可能延长 其他冰河的生命 教育也是拯救冰河的方法之一 五位老师接受美国太空总署邀请 搭飞机到格林兰上空 当冰河科学家的学生 他们还有校外教学 亲身体验冰河 以后回到学校 才能更深入地跟学生 分享所见所闻 我花了二十二、二十三年 教授海洋和教授科学 我们在谈谈了海洋和海洋 因为海洋和海洋 但我一直以至今的航空 我认为你一个更好的教授 我认为你一个更好的教授 来自丹麦的葛斯老师 则迫不及待地分享她的冰河之旅 希望尽早让她的学生明白 保护冰河是刻不容换的任务 一文 原来冰河这么重要啊 对啊 所以我们一定要让冰河活下去 那是一定的啦 乌龟是一种非常温和又很长寿的动物 但是最近它们的数量却不断地减少 而且有一些保育类的乌龟 还面临绝种的问题呢 在拉丁美洲的千里达 有一种世界上最大的海龟 龙皮龟 因为人为的因素 导致它们的生存面临了危机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跟着小记者一起去看看 推堵机在沙滩上来回穿梭 被押毁的海龟卵就沉湿在现场 令人看了毫不忍心 位于加勒比海的岛国千里达 有一种特别的乌龟叫做龙皮龟 它是目前世界仅存体积最大的乌龟 跟一般乌龟不同的是 龙皮龟没有龟壳 而是一种龙形的硬皮覆盖整个身体 现在全球只剩下一千只龙皮龟 眼看着就要濒临绝肿了 原来千里达政府在海滩上进行 河道整治工程施工时 因为使用大型机具不慎 押毁了两万多颗海龟弹 让保育人士十分痛心 虽然保育人士及时抢救部分的小海龟 但还是为时已晚 原本可以活到一百岁的龙皮龟 因为渔民非法捕捞 海洋污染和旅游开发 数量逐年减少 生存被受到威胁 保育人士痛批 这次人为的神态浩劫 不但将冷皮龟的保育成果毁于一旦 未来的富裕工作也更加困难 说不定在十到二十年内 就可能面临绝种的命运 虽然我们都很舍不得 这些宝贵的小生命 但是保育人士 已经很努力地在抢救它们了 只要我们继续支持 并加入保育它们的行列 一定可以成功育育下一代小海龟 维持大自然的平衡与规律 就让我们一起来帮助它们吧 喂 静 你能分辨救护车 警车 跟消防车的警报栓吗 当然可以咯 真的吗 那你听听看 我知道了 是救护车 算你厉害 那这个呢 是警车吗 对 那接下来就不用猜了 这是消防车吗 Bingo 答对了 原来这三种车的声音好像哦 警车的声音最急促 再来是救护车 消防车的声音就是最长的 把他们的声音记住 以后听到这些声音 就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那这跟我们的新闻有关系吗 当然有关系啊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 美国最特别的超级救火队 那他特别的地方在哪里啊 别人是坐消防车去救火 他们是坐飞机跳船去救火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去认识 这些应用的打火英雄 失火了 快来救火啊 由于天气高温干旱 美国各地野火肆虐 对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严重的威胁 为了灭火 超级救火队出动了 奇怪的是 他们怎么不搭消防车 反而坐上了飞机呢 只见他们一个个背起装备 往下纵身一跳 原来他们不是普通的消防员 而是跳伞救火队 他们的任务是空降到火场最前线 根据风向和火势 开辟一条防火通道 阻止火势继续蔓延 完成防火通道后 他们还要赶快前进火场 分秒必争 就是为了尽快扑灭火势 保卫居民的家园 像这样 能够上天下地的消防精英 全美国只有四百多人 为了达成使命 他们全都接受过 严格的魔鬼训练 因为有时得在野外 带上一两天 所以随身装备格外重要 除了干粮 水跟睡袋 还有斧头跟电锯 有了这些东西 在森林里逼金斩机 就能更加得心应手 没有任务的时候 也要练习各种急救技巧 将来要是在荒山野里受了伤 才能救人跟自救 除此之外 维护水身装备也很重要 尤其是跟生命安全息息相关的降落伞 一定要格外小心 在美国平均每年有六到八万起大大肖小的森林火灾 根据统计 被大火吞噬掉的面积 竟然相当于129个台湾 野火无情 幸好还有这群超级救火队 他们总是在松猛的灵火燃烧时 第一个大火场控制火室 冒至生命危险 将伤害降到最低 全世界的消防员都很伟大 因为他们拼死守护 我们的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希望所有的达货英雄 都能够顺顺利利的救人 平平安安的回家 喂 姬 你有没有种过花 或是种过菜啊 有啊 不过他们都很可怜 常常被我种到热死或者是渴死 那你应该学会在温室里 种花种菜的方法哦 那这样我的菜就不会死了吗 对啊 温室可以保护植物 不会让它太冷或是太热 那如果土壤不够肥沃 那怎么办呢 只要用对方法 控制好温室里的温度还有光 荒地也可以变成凉田哦 这么厉害哦 你知道吗 我觉得温室很适合用在非洲耶 你很厉害嘛 今天小主播要报道坎雅乡亲 用温室改上贫穷跟饥荒的过程 那还等什么 赶快来看啊 大家都知道 番茄营养样又好吃 不过这些番茄的绅士特殊 生长的过程也很另类 因为它们每天都要做三温暖 才能在缺水又热到爆的非洲活下来 农业是肯雅最大宗的经济来源 用温室栽种蔬菜对他们并不稀奇 今天小主播之所以特别介绍 这是秦曼兹 几年前才放弃有牧生活 接受希望慈善组织的协助 10滴水来用才能在最干旱的时期 还让温室里的植物活下来 齐曼兹说在特卡那一带 用温室种菜的经济效果很明显 这些技术让乡亲大开眼界 所以农业活动有慢慢增加 他们种的蔬菜也让大家赞不绝口 卖菜的商家德雷莎说 从外地买菜来卖是bad idea 既不经济又不实惠 所以当地温室种的蔬菜大受欢迎 一到市场就被抢购光光 温室栽种计划在罗德沃地区大获成功 慈善组织想要打铁趁热 把温室种植推广到更偏僻的地区 提供肯雅香苗新鲜蔬果 减少气候变迁带来的粮食缺乏 和营养不良的问题 去年肥州干旱最严重时 肯雅的灾情惨重 水库几乎完全干掉 邻国索马利亚也是重度灾区 许多儿童严重营养不良 农业 牲畜 人类都遭受重大的打击 大家都绞尽脑汁 想找出解决方案 降低气候变迁的伤害 可雅现在尝试锋利发电 因为它不燃烧石化燃料 不会产生太多温室气体 为乡亲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也替想要延续传统游牧生活 不想改行的人找到活路 小鼠波祝福他们成功 英文 你听过塔奇纳小城吗 塔奇纳 我没有听过耶 它在哪里啊 塔奇纳是美国阿拉斯加州的 一个小城市 那它有什么特别的啊 塔奇纳原本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城 不过在15年前的市长选举当中 选民们因为对几个候选人很不满意 所以就开玩笑的推选了一只 刚出生的猫来选市长 结果那只猫我当选吗 那只猫不但当选了 而且还一当当了15年哦 那猫市长会办公吗 猫市长不但会办公 而且还拥有高人气 每天都要接见几十名游客 促进当地的旅游发展 今天节目的最后 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这位特别的猫市长 好啊 好啊 小主播看天下 我们下次见 快快快 拿出你心中的爱 爱爱爱 爱把我们连起来 来来来 回得人全说声嗨 嗨嗨嗨 回答热情最痛快 嗨嗨嗨嗨 嗨嗨嗨 嗨嗨嗨 嗨嗨,嗨嗨 嗨蜢嗨,嗨嗨 嗨嗨,嗨嗨